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形成那种欢喜冤家的感觉 到了中间 慢慢产生了好感 最后 爱的是死去活来 你有没有觉得和现实生活中有点像啊 琪琪和渤海不就是这种状态吗 当然了 这个小姑娘 现在绝对没有办法和琪琪你呀 电视剧看多了 已经走火入魔了 电视剧编的它也是源于生活的嘛 行行行 别源于生活了 咱们关照关照现在的生活吧 麻烦你抬头看看啊 九点半了已经 加班加班还不回来 这也太过了不是 我就说你不看电视剧 不看电视剧吧 书记 那 那贾家班白天呢 两个人相互找些矛盾 就过不去 到了晚上呢 再换一个地方 再撕啊撕啊撕 恰恰 你不看电视剧的老公伴 给你讲一讲不清楚 你可真能编的你 你就祈祷我的钱 不要那么 你开慢点啊 闲天就下车 我这个人天生正义感爆棚 看到你这么去欺骗一个善良的老人 我就情不自禁多说了几句 我后来不还是向恶势底低头了吗 我没有把你的秘密说出去 我这个人从来不欠别人人去 明天早点来上班 下车 过河拆桥啊你 小心眼 没风动 我的包 我的包 谁要玩你这个变态 你看他们又吵起来了 你看 行行行 你先别说这个戏了 你看见没有 几点了 都十点半了 这个点还不回来 什么电视剧里面恐怕都要出事情了 人家的老板是正经人 不会是色狼的 没人接 没人接啊 不接啊 马上离开我的秀场 我不想再看 Young 你骗子 这个节奏 不像是在谈恋爱 是 你自己死吧 你我工作了 你工作我讀 哀愿 我大家过来 起飞 我 你 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以为这样 就能把我气死是吗 幼稚 灵灵气 谢谢 不客气 喂 爸爸 我现在只有你了 十人花 十人花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脸上往来 看来今天 又是一场恶战 重置前辈情义 不赌七七赢 按实力来看 我押十人花 输了的人晚上请马晓 好 十人花 现在是工作时间 谈论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 都会受到行政警告 公鸡上司 就会受到行政处分 处分满三次 将会被直接开除 我差点忘了 你连走人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你连走人的 对了 晚上有一个重要客户的婚礼 需要用婉香玉 串成婚礼上的大型珠帘 这个柴婶 非你魔术 婉香玉的数量不多 也就几万多吧 我真是从来没见过 你这么不上档子的老板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